昨天深夜 桃園一名黃姓女駕駛 跟親友吃完姜母鴨之後 開車上路 在停等紅燈時 沒有注意到車輛滑動 就撞到前方的車輛 警方到場之後 女子接連否認有喝酒 但事後驗出了酒測值0.61 女子還一臉吃驚 沒有啦 沒有喝啦 只是不好意思 牽到他們而已而已而已 開車撞到別人的車尾 眼見警方到場 女子趕快澄清沒喝酒啦 但酒測氣一吹 逼直接打臉 女子一臉震驚 不敢相信吃個姜母鴨 竟然變酒駕 不死心再追問一次 女子反應慢半拍 但不管問個幾次 酒測值還是明顯超標 10號深夜11點多 這一名43歲黃姓女子 開車行進桃園中山路 聽等紅燈時 車輛突然往前滑動 直到撞上前方車輛 女子才猛然抬頭 驚覺出事了 詢問時發現 親友聚餐10個姜母鴨真的沒有喝酒啦 但酒駕釀貨的事實擺在眼前 還是只能乖乖被送辦 傑林駐強 桃園報導